我是《看男朋友》的兒童節目 我們是開電視的兒童節目 《放學先好玩》的四個主持 大家好 我是Crystal 葉葦同 Hello 我是Perdie 綠雪文 Hello 我是Yuka 鍾雲耀 Hello 我是Mandy 雲文奇 四個主持是第一次做兒童節目的 Y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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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自己是電視節目的主持 也是一位詩儀 也是一個寫作者 旁邊這三位小妹妹 她們是第一次參加電視節目 不只是兒童節目 大家各自都介紹一下自己 Hello 我之前是讀Marketing 所以現在我和自己都跟Marketing有關 另外我還是一位拉丁舞教師 我也是有做一些車和船的買賣 我現在除了一路工作 我還有讀書 我是讀法律 之前也有讀過珠貝設計 因為我喜歡一些很漂亮的東西 參加電視節目也是第一次 所以我也非常珍惜這個機會 我也有幸跟三位合作 這真的是我的榮幸 Hello 大家好 我現在在香港大學讀中醫 我其實除了做中醫之外 也有兼職做下一些modeling的工作 所以才有機會可以參加這個節目 我自己本身都很喜歡小朋友 今次都很開心 可以在這個節目那裡 重新和一些小朋友去玩 還有了解一下他們現在的一些想法 Hello 大家好 我就是之前讀Music的 我也是在modeling這個圈子裡 做了幾年 所以我都很開心可以有這個機會 可以和大家一起去玩 一起拍兒童節目 還有我之前一直都有搞小朋友音樂 所以都很喜歡和小朋友相處 我在這個節目裡面負責的環節 主要都是外景的工作 他們三個就會有很多這個闖景 會接觸很多小朋友 可能是一班小朋友在一起玩 不如我們大家都一起說一下 這個我們當中拍攝最難忘的東西 因為始終第一次接觸電視節目 有時候就吃螺絲 吃螺絲這個是我當初應該是 頭兩個星期左右 最搞不定的東西 因為有時候後腦會走音 突然之間高音了走音 但是慢慢就是每天早上起床 都會開一本書 逐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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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這樣讀 真的有 然後就慢慢去練熟 就減少了食螺絲的機會 我也分享一個搞笑的事 我還記得 在很開始的時候 就要拍一些環節的介紹片 有關於放電的一個環節 那時候其實完全沒想過 那個開放要怎麼拍的 但是剛好就看到有個小朋友 在這裡跳來跳去 很開心那一隻 於是就想到 不如就用它作為這個引入 當時是我跟雪雪拍的 我記得那個開放 然後就隨便說 這個我表妹 她挺有精力 她真的要來參加我們的環節 類似是這樣 我到現在看這個臨場的爆肚 都還是覺得很好笑 我最印象深刻就是 上一次前陣子我們就拍了 因為我自己都比較注重環保 所以剛巧這個節目有一個項目 就是我們跟小朋友一起 去DIY一些環保的東西 所以我都很開心可以在這個環節 可以分享一下平時有什麼環保的提示 或者是跟小朋友一起學下 有什麼環保的東西可以費物利用 對於我來說是最深刻的 就是我可以有機會 真的參與到那些製作上的工作 因為我也是其中一位監製之一 所以在一個籌劃這件事上 怎樣去找到他們 怎樣去令到大家一起 都開始做到這個主持的這件事 是很有成功感的 亦都是跟多了小朋友去相處 亦都是我自己的一個大的進步 因為今次很開心認識到大家 我亦都希望之後 我們都可以更加多合作的機會 因為我們已經有三目擊了 是 好啦 如果想聊到我們更多近況的話 記得看東周好 或是東周好 拜拜